台灣的濕度比較高 需要稍微把這個鹽 我曬過 我會把這個肉 輕輕的 朝內擠壓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小細節 請大家不要被 這麼多的食材嚇到 這些食材都非常容易取得 接下來呢 我會一樣一樣的告訴你 這裡是400公克的有鹽奶油 一湯匙的 法式芥末醬 番茄醬 一湯匙 檸檬汁 40cc 紅蔥頭的話是100公克 是一湯匙的量 香料粉 裡面的話呢 匈牙利紅椒粉 咖哩粉 還有鹽 是切碎的櫻層膏 不用太多 這樣的話大概是3公克左右 切碎的 平葉巴西粒 我剛剛放的量 我目測大概是30公克左右 2公克 切碎的百里香葉子 蹄魚的話這邊有3隻 然後一湯匙的酸豆都切碎 蹄魚在台灣有份醋漬 跟一般罐頭的 那我們就用罐頭蹄魚 均勻的攪拌在一起 這樣就OK了 大功告成 保鮮膜 鋪平 把這個奶油 選成圓筒狀的之後呢 再切片 從最邊緣的地方 一口氣 將它翻180度過來 用你的小拇指 慢慢的把空氣推出去 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之後呢 從兩側稍微抓著它 拍打一下 這樣可以幫它把空氣排出來 從最邊緣的地方呢 把裡面剩餘的空氣 排出來之後 慢慢的捲起來 捲成你要的形狀跟大小之後呢 把兩邊打結 這就是我們要的形狀 所以我會先把它放進冰箱裡面 讓它靜置凝固 現在開始製作 黑胡椒醬汁 一開始的話我們準備了一些 冷的無鹽奶油 慢慢的讓奶油融化了 然後奶油開始起泡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要加入的食材 羊菇 買來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炒的這些食材 都不炒上色 食材受熱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的奶油 開始變得非常的滑順跟混濁 好 羊菇軟了之後 胡蘿蔔 西芹 胡蘿蔔西芹 它們比較硬 比較耐炒 所以我會先加這個 在炒的過程當中呢 盡量把食材 均勻的分佈在鍋子底部每一寸 才可以均勻的受熱 我們不想要這個醬汁變成蔬菜的味道太重 炒到它微軟就可以了 鍋內的奶油 又開始變得澄清了起來 這是因為剛剛蔬菜 所釋放出來的水分 已經慢慢的蒸發 在這個時候可以加入我們的洋蔥 點點的鹽 鹽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幫助蔬菜可以軟化 出水 另外一個呢 在製作醬汁的時候 會有一個底味 底味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的鹽味是一層一層一層 在每一個步驟慢慢加上去 而不是最後的時候一次加到位 做出來的鹹度 是比較適中而且會更有層次 洋蔥炒到半透明變軟了之後呢 我這邊有準備切濕的紅蔥桶 鍋底可能有一點點乾的時候 你可以再補一點奶油進去 油是這個介於食物跟火的媒介 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均勻的 去傳導火力以外呢 它也可以防止這個食物被燒焦這樣 現在可以看到呢 蔬菜在鍋裡面炒到水分都蒸發了 體積也縮小了大概一半左右 很重要的一點呢 維持這個火力 讓它的香味持續出來 但是不要把它炒到潰散 因為當你的蔬菜潰散之後 你的醬汁就會開始混沌 所以我們要加進一點百里香 新鮮的月桂葉 如果沒有新鮮月桂葉就不要用了 這邊有我剛剛煮的雞湯 如果在家裡沒有雞湯的話呢 建議可以買市售的雞湯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在製作黑胡椒 sauce的湯底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來製作黑胡椒醬汁 平底鍋融化一些奶油 我們之後要炒出粒的黑胡椒 除了香氣以外還有一個辣度在裡面 起泡之後呢 我們加入黑胡椒 大概是兩湯匙量 不用太多 因為這個會太辣 火不要大 黑胡椒本身是一種香料 它沒有任何的水分 在大火之下它很容易就燒焦 我們用奶油炒 它的目的是希望它的辣度 跟它的香氣滲透到這個奶油裡面 但那個butter慢慢的起泡 不用炒太久 2到3分鐘 加入一點白蘭蒂 在家裡在製作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千萬要小心 因為家裡的抽菸菌常常會有一層油垢 可能會讓你的抽菸菌起火 離火的時候再加就好 白蘭蒂是增加醬汁的厚度跟香氣 我們要讓白蘭蒂完全完全濃縮到 沒有任何的水分為止 之後我們準備了一點紅酒 不甜的紅酒 大概是3杯左右 有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一定的比例 看你喜歡酒香比較濃郁的 可以多加一點 喜歡酒香比較淡一點點的 就少加一點 如果你不想要有任何的酒香 你可以不要加 把紅酒濃縮到呢 非常的濃郁 如果你用湯匙去撈這個醬子 它可以裹住你湯匙的背面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稠度 就可以把這個醬汁過濾進去 讓它的水分蒸發 它裡面的香氣就會 開始變得有層次感 醬汁現在濃縮到一個 微微的可以裹住你的湯匙的稠度 加入一點鮮奶油 這邊再加入Butter呢 是為了讓它稠化以外 增加醬汁的光澤感 不停搭配 我還是在不停搭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